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在的人事物而存在 那你去伤害到外界的人事物 那就是伤害自己 叫恶有恶报 那你去帮助了整个别人或自己 或是其他他们需要帮 那你就是在帮助自己 那当时在帮助的时候 世感郎也很会做善事 但是他没有这个空性的思想 因为别人才是我们自己 我们就帮助别人 自然成就自己 那这个自己还是不是存在的 这自己是因为依靠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众生你才可以存在 可以没有单独我的存在 要加入这个空性 所以生命的意义只有一个 就是帮助世界 帮助众生 永恒的帮助 那因为世界众生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佛是为圆满帮助能力的人 叫佛 不分宗教 不分友情众生相 只要有众生在受苦 佛就永远来帮助 那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众生受苦 那佛就不见了 但是只要有众生存在 因为众生就是众死 就是在痛苦 那成佛就是 让自己有圆满的能力 不断地去帮助 所以如果各位有帮助众生的 这种发心习惯 那你一定要不断地帮助 更要不断地进化自己 要空性 那不断地帮助叫福德之良 进化空性叫智慧之良 那这两个都圆满了 叫两种资良圆满 那你就成佛了 但是你要圆满两种资良 要去除两种障碍 基本的 来 烦恼障 所知障 那烦恼障叫我执 那所知障叫法执 那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真的想要帮助别人 你就一直去检讨 透过善知识 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有没有我执法执 如果有 那不是真正在帮助众生 所以那这样你就 成就了一些善法 但是跟解脱没有关系 跟成佛也没有关系 可能你下辈子会有一点条件 比别人好的条件 或是身体 或是家庭 或是金钱 或是地位 或是出生的地方不一样 但是呢 究竟还在轮回里面 所以我们越想要帮助众生 得到圆满的功德 越要去检讨自己有没有空性 再来帮助的对象 是不是符合了三福田 所谓三福田就是说 他真正的需要 一个就是各位知道 感恩的福田 尊敬的福田 第三个叫慈悲的福田 刚刚我们做言共 我们救护生命 那就是慈悲的福田 无所求的 那感恩的福田 那就是各位的父母 然后顺便把众生都当父母 所以时时刻刻去 关心众生像父母 所以感恩的福田 尊敬的福田 就是各位的三宝 善知识 然后这样去圆满 这个三个福田 那这里面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离开这些福田 没有我们的存在 离开三宝我们才轮回 离开众生我们不能成佛 那时时刻刻 不要把这个我加进去 把这个我加进去 凸显你自己 对你自己都不好 就像师父拿个旗子 不是在表现 但是有些菩萨 故意拿个旗子 是在表现 动机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因为我也碰到一些 他有一点精神有障碍 他就很喜欢拿着旗子 很长让大家看 那当然我们说他有福报 那他基本上还是强迫症 这样而已 那这样功德就少一点点了 所以各位我想 当我们在放鱼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是人 我跟鱼和为一体 不是在凸显自己 那有些人在坐的时候 我是老板 我今天穿得很漂亮 所以我要站在前面 给大家看 给某人看 那你这里面就有障碍 为什么因为你凸显了你自己 那这样你功德就少了 因为你不是纯粹的利益对方 这样了解吗 就像各位我们把名字念出来 那是一种让大家随喜 让大家随喜 但是我们不是以这个为骄傲 对不对 就算你写了没有念到你名字 那我们也随喜 那叫随缘吧 但是念是一种尊敬 也让他们既然讲到钱 就要清清楚楚 就像刚刚他们拿钱给我看 我看错了 因为今天付词不光这些钱 所以我叫他们一定要查清楚 那这个东西要很小心 就是说每个人 包括会计啊 金手等 一看我要看这个数字合不合理 对不对 不合理就不行 因为刚刚我拿了十万元 结果他们给我的是七万九千 我说这个错了 那你去查 那是为什么写错了 是因为他们没问好 因为大家都听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各位一定要脑筋要清楚 写的人 接受的人 我看的人我也要清楚 经过好几关 那这个东西要很清楚 所以对任何事情 这爆出来 它是一种给人随喜 也代表财务清楚 然后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一点 我们大家了解 所以我们讲帮助对方 事实上 这些鱼就是我们 这些受施者也是我们 色拉茄也是我们 老人院也是我们 那今天各位到云林观音道场 这就是我们 我们跟道场合为一体 跟法合为一体 跟八观灾界 跟各位念观音仪轨 跟观音菩萨合为一体 所以身是观音菩萨 心是观音的悲心空性 身音就是观音菩萨的 对象呢 帮助各位念的六道众生 也转化他们的身口意环境 都变成普陀拉净土 都变成观音菩萨 都变成观音的心 都变成观音的语言 那你转化了 你就可以转化对方 所以我们跟佛合为一体 叫一心念佛 那我们也把这个一心念佛 感染到对方 如果这个人现在很痛苦很痛苦 你一心念佛 他也跟你一心念佛 那那个时候 哪怕一念乃至十念 就算他要往生了 也得到了佛的净土 也会往生净土 因为他那时候 一心念佛他相信 那那个时候 他就外表会庄严 家人也会被他感动 因为那个时候 他在一心念佛 所以每天 佛自定六灾日 就是希望我们这二十四个钟头 你要改变你自己 你平常会乱丢东西 平常你不说所事序的 吃东西吃一半就管了 今天不行 今天你要 圆圆满满把它处理好 因为今天八观再见 如果你这个习性没改变 你平常乱丢衣服的 东西吃一半就丢在那边 这个时候八观再见 你还是如此的话 那也代表你还没有得到 持戒的功德 我想 佛要我们制定八观再见 就是今天我们身口意 绝对像阿罗汉 绝对像佛菩萨一样 什么念头都要很清楚 那你能够愿意念习二十四小时 一天下来 你明天后天就可以改变 所以我认为各位 爱漂亮的今天不要爱漂亮 爱耍帅的今天不要耍帅 凸显自我个性的人 但八观再见那天 你要控制得很好 这个就是救你自己 不然呢 你来参加法会 还是那个老习性跟思想跟动机 对你来讲 就是一点点福报而已 你没办法得到持戒的功德 所以这一点 特别有强迫症的人 你要自己强迫自己 你要别人拉住 我喜欢站在前面 八观再见 你把我拉到后面去 救我救我 不能让自己又变成那种习性 那种男女的习性 那种社会的习性 就像抽烟的人 他已经上瘾了 他不抽烟 但是八观再见 他控制他控制 对不对 二十四小时不抽烟 他就搞不好 我可以两天不抽烟 搞不好三天不抽烟 慢慢参加一次 但是两次八观再见 以后他就对戒烟有信心 他那一天不抽烟 当然我只想抽烟做比喻 也就是说 各位在二十四小时 守八观再见 不分在家出家 你不能再表现出 你昨天或明天 有了习性不好的那一天 代表你进步了 你时时刻刻维持在法的范围 所以你昨天参加法会打瞌睡 今天你就不要睡了 代表你进步了 那你明天就有可能改变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代表我们虽然肉体老掉 但我们的心没有老掉 为什么 心在这种活跃的状态 空性的状态 我执法执就是我有那个习惯性 对自己跟对人事物的看法 有自己的看法 而不是真理的看法 对自己叫我执 对外在的叫法执 对不对 那你有你自己的见解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八万在界最标准 大家都穿海线 不要穿不一样 假设是如此 大家一起生活 一起在念经 那有时候在念经的时候你不想念 别人念你不想念 你还是有那个习性 还有一种事 别人念的时候 他要念得比别人大声 那也是习性 很烦耶 坐在你身边 这个都不是修行 修行 那你要试着改变你自己 不出声了要开始出声 太大声了要小声 对不对 为什么 以佛为标准 或是以阿罗汉为标准 去调整你的身口意 就要你的心态 特别修 以鬼奥马尼变命奉 那各位 外相如观世音菩萨 声音融入 所以心里是一种空性显现的大悲 当下是个极乐世界 那你要让自己习惯 在家里也是如此 你平常念 你一个钟头 还是念阿弥陀佛 念一个钟头 那你要超越你的习性个性 那你的像就会不一样 连往生者他死亡 他对极乐世界有信息 他像都不一样 对不对 往生的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你给他祝念 如果真的对方有这个前程 愿意接受 我们有这个慈悲 他像都会改变 像设立一样 那何况是活的人 更有机会改变 因为活的是有心事者 皆可改变 有心事者皆可发菩提心 那在这一点 那你改变了 你的周围就改变了 你改变了 你的祖先也改变了 你改变了 你的病苦也改变了 这个叫一己一切 一通万里通 如果说你觉得说 我经常在修行 为什么我还是老老老 老实经常那个痛 那个不舒服 那个障碍 因为你没有改变 要不是说 师父我大悲咒念一千遍 我放生几百次了 为什么我还是障碍从中 为什么 因为你心态没改变 万法为心 心是根源 你在某一个地方 心态没改变 悉心没改变 这是个祝源 火是个祝源 但这个祝源要烧能烧的 如果你不改变 这个怎么烧石头 也不会点燃火吧 所以你要把这个时候 你是一个木头 那你要有个改变 而不是按照 你自己是个石头 所以我们心态 要彻底的改变 所以佛教还是这句话 来 调伏自心 所以连心都不存在 因为心的本体也是空性 但是我们现在认为 心有贪嗔痴 有分别 所以这个是虚幻的 这不是真实的本心 本心是自信空的 那你要经常了解这个道理 照见五蕴皆空 哪有身心我的存在呢 那如果你有甚深的去思维 形成波罗波罗蜜多识 那你就知道说 我现在在念心经 念阿弥陀佛 阿玛尼伯明宫的时候 我不能执着我的身心 就像刚才讲的 我帅 我漂亮 我有钱 我怎么想 我爱打瞌睡 我调举 那都不行 这叫五盖 贪 称 疑 昏尘 吊子 因为你有这些分别的时候 那你就入不了法 禅定不了 所以我们修仪轨 就是不离菩提经 所以为什么说 我喜欢他们设他起来修 他们受过这个教育的 要修的时候 就那一刻他就是佛 那一刻他就是佛 所谓藏传佛教的特点 就是说 你要升起本尊 那个时候 我就是这尊 本尊 今天我修绿渡母 我就是圆满的绿渡母 所以他必须了解 显教的基础 绿渡母是 什么样的功德 然后念这个咒 是什么样的功德 绿渡母的身口意 他都要完全融入 所以他们要避过关 来学习这个融入 我跟不动佛合为一体 完全合为一体 我心变成不动佛的心 身口意变成不动佛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 来修仪轨 那那个仪轨很有力量 有五个修 就五尊不动佛再加持 这个在直不在量 那等于说 就刚刚讲的 我讲的比较世俗 你就不能扮演你自己 这个时候你念观音菩萨 这个时候你念奥弥陀佛 我们念奥弥陀佛 我们跟奥弥陀佛 完全无有分别 要有这个信心跟悲心 因为这个时候你很专心 在念奥弥陀佛 所以奥弥陀佛的佛性 跟我们的佛性 无有分别 那众生也本来就有 奥弥陀佛的总性 所以我们这样一心念佛 这个时候你也变奥弥陀佛 众生也出生在 奥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 因为他往生奥弥陀佛 极乐世界 就跟奥弥陀佛 身口亦无有分别 就在那个心态 所以他就到那个世界了 他就马上看到极乐世界 所以那我们平常就要念习了 哪怕事情很糟糕 现在我们得癌症 现在我们儿子被杀了 现在你赚了一辈子的钱被骗了 现在政府要把你没收 还判你死刑 关你去监狱了 那个时候如果你烦恼 你就会堕落 那个时候你只能一心念佛 修行的时间来了 此时正是修行时 因为境界来了 你要如何的保持正念 那八观灾界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外以八支内以六念 你要保持正念 所以阿罗汉人家砍他杀他 进阿罗汉住 他都不会起心动念 因为他安住在这种因无所住 不起分别心的状态 进阿罗汉住 甚至我们修菩萨道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焉供 施死 点灯 回降 利益重 因为我们现在是进佛佛住 我们在扮演一天的佛 虽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发起佛的心 那这个叫菩萨 菩萨就是以佛心为己心 来做 做佛事 那你就朝这个方向 那菩萨在做的事情 那就是六度波罗密 六度波罗密就在佛性的阶段 自利又利他的状态 那这样去分析 所以为什么要帮助众生 为什么要布施 因为这个就是佛性 一方面消除自己对金钱的执着 二方面呢 真心去关心各种的众生 只要需要帮忙 我们都应该去帮忙 如果现在来了一个老人院的院长 他真的需要帮忙 我们大家就要帮助 那这个帮助不是靠他嘴巴 跟我们说 我们要马上去了解 得到证实 哦 需要帮助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帮他 这是不是佛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对方需要帮忙 这是本来我们就要做的 愿修一切善 这个时候才符合菩提心 符合六度波罗蜜 好 我们最近印了 上回我自己编的 华严精的精髓 然后印成三本 那现在给它印成套状的 华严精的一些精髓 然后呢 当然各位就看起来就比较容易看 然后进一步你能够看整套的华严精 然后去文师修 这样最好 也就是说各位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 你竟然会读心经 我现在的起心动念语言 有符合心经吗 有符合心经的空性吗 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现在的起心动念 有符合我要念佛往生净土的心态吗 我是不是为这个事情很烦恼呢 很执着吗 那我这样就没有符合一心念佛 乃至我愿往生的心态 所以我们读普门品 我们读很多大乘经典 特别华严精 那我现在有符合华严精里面的 发心的赤地吗 佛从凡夫发普利金 最后52个阶段 到了最后成佛 那我怎么去做呢 那所以你读经典 那你要从你的行为表现出来 那特别华严精 是一个最圆满的 菩提道次第 当然很多祖师大德 包括中国办大师 积天大师 用各种方法 把这个道次第用最简单的 来告诉我们 也帮我们保持正念 保持正念 那各位这个要很认真 你要很认真 但是你虽然很认真 因为你豆浆喝一半丢在那边 你面包吃一半丢在那边 那你就脱脆脱了 这一点跟你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想各位再接一点 这些要具足三规 受持戒律 不犯威仪 这是起码的条件 你连坐椅子 坐在那边的姿势 你连开车的 这种行进的 符不符合 这一下看得出来 有没有在修行 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现在这边 电视红法功德组 那我们有设定好 就要送你一部 华音经 精华 所以电视红法功德组名单 他们每年一万元 付持生命电视台 随起功德 所以还是要各位 鼓励各位 虽然我们极力帮助别人 但是不要忘了生命电视台 因为生命电视台 我经常觉得 这个是假的 生命电视台还有一点象征的 海涛法师就是生命电视台 海涛法师必定死亡 但是生命电视台 可以让它延续 所以生命电视台 现在已经发展了 从各种网络 用网络直播 像我们现在叫直播 世界各地 看得见 将来应该做得更好 我在直播的时候 马上有中文 英文 印尼文 缅甸文 还要有人才 所以我希望各位的第二代 第三代 如果有上根 他们除了学佛 看佛教的书籍修行 学一些专业能力 来帮助佛教的推广 语文能力 电脑能力 办法会能力 做私仪能力 所以这次七月份 我要带一些法师 跟一些主要联络人 到太北去参加 世界佛教青年会 我们要去了解人家 怎么样度大学生的 我们这边都是中老年 世界佛教老年会 离婚会 看是没有女儿 没有女儿 那这样的 那这样还不怎么 如果佛教是这样 会完蛋 会老化掉 对不对 那他们把年轻人 训练成佛教徒 到世界各地开会 顺便训练 今年七月份 我要去参加 但是我跟对方抱歉 我们带去的 都是中老年 我们要学年轻人 他的意思说 我给你们二十个名额 都带那个二十岁的 拍车 化妆一下 我们这些都是老年 拍流量的一种 去那边学学你们年轻人 怎么样修行的方法 但是我也希望将来 我们慈悲志也要开始办 念一下 佛教青年会 各位啊你下辈子吧 但是无论如何 年轻人如何让他学佛 你强迫也没用 没善根的待不久的 对吗 所以说这些 对佛法有善根的 他愿意来接近佛法 开始吃素的 开始为佛教帮忙的 这也要 要生一个佛子还不容易 对不对 但是至少要为下一代努力 让这些有善根的年轻人 去接应更多年轻人 因为不是年轻人 就像刚刚有妈妈 她说要带她儿女来 她才不来 她来这边干嘛 无聊透底 没办法的 那如果说今天是青年人 她就要来了 看看有没有对象 对不对 无论如何年轻人 还有这个想法 至少有对象 可以打打乒乓球 对不对 流流手机 借这个机会 看她们要不要学佛 所以一步一步来 希望大家 做生命电视台 长期功德主 好吗 要大家多push 那你不出钱没关系 请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把电视打开 让你家里人看 甚至有一些重点让他看 所以我有时候在外面 有一些人哎呀我天天看你 我今天终于也跟你看到你 我就会有点安慰 至少你有在看生命电视台 那我就问 那我在做什么 你每天也在烟共奉心 你有看有看 有看有看 所以 但是至少他会讲烟共 这两个字很厉害 对不对 你也每天在欧妈什么奉 我知道了 欧妈你别没奉 有些人念就念不出来 人你也念不好 那至少他会哄哄 那至少他 他有在看 那我想各位呢 虽然他没办法 有些人他不会来参加法会 但是他会看 对不对 他会关心 他会随喜 那有些人会跟我说 叔叔 有些人有电视台 我的堕胎 有名字在你那里 我都背起来 对不对 还有新闻情 给他说 以后给你一张证件好了 健保卡 那我们现在新的要开办了 再过几个月 我们现在正在 这个工程比较大 什么呢 既然有堕胎胎儿 我们也给他列名册超度 那对这些往生人的名册 我们也要收集 对不对 对那些正在生病的人 名册 如果他愿意 我们也要收集 所以现在更多 一共帮忙 甚至他只要传简讯来 打电话来 我们就会弄好牌位 马上传给他 告诉他 这几天有三场法会 会帮你回向 名字会永远放在 超度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服务对方 得癌症的 自杀的 小孩子不好好读书的 老公有外遇的 都要特别超度啊 回向 然后透过网络 一律免费 然后让他们有机会 让我们也有机会 跟他们接触 对不对 他们的痛苦 才是我们要做的 那希望我们以后 各中心 都会有这个作业 作业 帮他做 但是千万不要犯规 什么意思 因为我曾经在别的中心 人家打电话去 我有堕胎两个 不行 你要到中心来 才能够登记 然后人家就打电话 给我 我说没有关系 你先打到别的中心 那一边我再来处理 哪有心那么坏的 你一定要让人家 跑到中心 有些说 你要留真名 你化名不行 这样不好 人家吓坏了 那人家如果秘密堕胎 他老公不知道 留真名 那怎么留 那就不好意思了 对不对 因为人家是婚前的 所以这些要训练 我们这次调了很多联络人 训练完以后 大家要真的慈悲心 作业 不应该有 个人的加入想法 或者说 我希望多一点付词 甚至有个人 有个人说 师父 他写牌位 他不供养钱 没有用 那你讲的 你爱钱 写牌位 不要跟人家谈钱 随缘 他要 随缘你也不能讲 对不对 他如果问 那你就说 随喜就好了 你不要讲说 你没随喜 写牌位没用 谁规定了 他说 我没钱 我们师父讲了 没付钱没用 那我说 那是你的想法 不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各位要知道 现在忠心越来越多 那是吧 三高皇帝远 没什么都惯 各有各的想法 看法 对 好像不给钱不对 那事实上 这是错误了 错误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 必须要统一作业 也希望各联络人 各个义工 大家能够 维持这种 慈悲与智慧的原则 来服务 广大的 过去没服务到的众生 对不对 千万不能说 光我们这一堆人 所以下回我们 每次法会 要问 新人 请举手 给他贴一个花 新人 所以来问一下 我们云林观音堂 观音讲堂 第一次法会 第一次来参加的 举手 给他鼓掌 希望你常常来 不要来一次就不来了 但是老人要进步 对不对 然后呢 新的我们让他 一步一步来 希望有更多的新人 所以 但是你新人 我们希望对方 大家不要跟他们谈钱 有的没有的 因为我觉得 佛法要的是慈悲 有慈悲 不用烦恼 对不对 不用烦恼 因为自然因缘成就 如是因如是果 不要去管这个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 喜欢募款的也很好 但是你不要把募款 称为别人的压力 叔父 你的募款的过来 我不知道别人 他为了是生命电视台 他讲了对方 不给他 好像很对不起他 你敢撸 这个也不是 因为海涛法师 从来不看业绩的 我不管这一套 我只是觉得 这个东西 人家写了 你就要给人家报告 你知道吗 而不是说 今天你募款多 我要对你 另眼看待 对不起 我看到你都不看了 还另眼看待 因为我只是觉得 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你不能增长 对方的贪嗔痴 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但是我们感恩对方 那是应该要做的 这一块跟十万块 心态是一样的 但是人家供养十万 你总要看到我 你好 谢谢你的十万块 我知道 有没有心 我家在我十万担有声 叔看到我 还有一个Hello 因为这是人性 那是没办法 对不对 对我来讲 还是空性 我没有分别的 但是对方是凡夫 我们要有凡夫的方法 来帮助 我以前我有个师兄 他供养越多 我才不理他 他要谢谢我 我们要替他花这个钱 很烦的 我说师兄 你实在是很值 适合修阿罗汉 我帮你出去 我还帮你写这个不是给我 给他 他就高兴一点 你给公的 我有什么好跟 这个也太现实 给他 他就很客气 师父在供养你的 这个好 这个是信徒 好好好 你光给公的 跟我没关系 这个叫公务员心态 这也不好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不是他对 原来他讲了另外一个套 后面后面你就听到 如果这包给你 他就好 但是给公的 我为什么好高兴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 繁复心态 不值得鼓励 但是我也听过 他给五百块 还写什么 他给五万块 才给人家写名字 哎呦不好 对不对 那这个是钱的世界 这麻烦 所以我想各位以后 我们云林 还是要很多扩张 为什么 云林的人 还没有学佛的 都是我们责任 对不对 已经学佛了 我们如何提升他 更发菩提心 所以云林 还有一个友情 孤魂野鬼 还没超度的 那是我们责任 所以我希望云林地区 各位要多祝念团 烟共团 浑木超度 没有特权的 任何人都可以住 好不好 多几团 多几个去布施 而不是说 就像我到别的地区 我这次去 他们开会 海盗法师 加入你们义工团 很累的 好像不跟这个联络 麻吉麻吉 像黑道一样 那我马上公开 多成立三个中心 你们自己弄一个 OK 对 不用 你们不相联络 没关系 所以 我不能强迫 人家听他的 因为你如果 做一个主的组长 这个人不听我的 我就不高兴 那这个组长有问题 所以我不很喜欢 用什么长 什么长 那个长就是 很麻烦的 这是大家 同一个 所以各位 云林都开十个中心 好不好 各自努力 对不对 那不是很好 我不是针对云林 是每个地区 我都跟他这样说 你就尽量做 我就怕你不做 你不希望 我没关系 你再成立一个 你去做就好了 你不需要跟我做 因为 只要你去慈悲 就对了 就对了 你要去关心老人院 孤儿院 浑木区 你只要去关心学校 你就去做 应该的 这不是 这依法不依人 但是因为我而不做 那不应该 这是你的借口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要发起这个心 去承担 承担到你有助援 就代表你有成功 那助援不是攀援 我拉了五六个人 要听我的 不听我的就不行 我们台北中心 也发生重视 就比如说 这个信徒在 在扶持一件房租 最近他打电话来说 他不扶持 我们想到 哎呀 生意不好 赶快回线给他 赶快回线给他 希望生意好 原来 为什么 换了一个法师去 他就不爽了 本来是这个法师 在那边帮忙 后来他忙了 那我们请别的法师去 他就不爽 他说这样 因为不是我师父 对不对 我宁可不要法师来 我就放我师父的录音带 你们都跟着拜就好了 他们就跟我反应 师父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这个要 要请他下台了 因为他这个 他可以去那个法师那边 做信徒做办 但是 这个新的东西 不能交给他 因为他这个执着了 麻烦了 他排斥别的法师了 不听我师父的不行 那这个有私心的 执着了 那这个意义不大 所以我想佛台会讲 依法不依人 法是慈悲 法是放生 我们在做的 祝念 关心老人 希望大家 一定要开法 不能把 佛法 就当做我们这几个人 这边 办办法会叫佛法 你也讲 以社会为道场 对 社会每一个角落 希望大家 去菜市场 发传单 对不对 发白话地藏金 在菜市场 立个牌子 免费超度 堕胎 台额 对不对 你 不然你就去 素食店 贴个牌子 免费超度 堕胎 请素食店老板 体谅 因为海道法师 这边愿意 他如果说不行 我叫我素食店老板 给你 OK 我一定跟你说 对不对 贴一下 免费超度 堕胎 台额 对不对 请自由登记 留个代号 那我们就帮他超度 那以后要发展了 超度祖先 超度 往生者 台额 祝念关怀 虽然我们没办法 每个都去祝念 至少你往生了 名字给我们 我们马上 在法会拍个照 传给你 我们大家帮他祝念 帮他回向 让家属也觉得 比较安心一点点 但是你不要跟他提 你要放声 你要点灯 不要跟他提 除非对方说 师父 你或法 或是居士 你帮我做工地 我没时间 这样可以 那我助你 但是不是要求对方 因为我们台湾人真好 你给他讲 他不得不给 好像不给你 不好意思 但是这样是 很不好的习性 所以希望我们 在各地方中心 都没有这个压力 过去你受到什么委屈 那以后也不要让别人 有这个委屈 比较重要了 所以我认为 以前我学佛的时候 样样要钱 我都给钱的 后来我出家了 我发觉 样样要钱也可以 因为但是度的人太少了 佛教会萎缩掉 应该符合清净的标准 样样不要钱 出家人呢 少谈钱 但是谈的钱是众生的 不是你自己的 为了利益众生 而可以去帮助 所以在这一点 大家努力了 有一次我在这边念 等下我下课 另外一个 臉拍拍 叔叔 本来我的信徒 怎么已经搞掉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这个你要检讨 人家就不想 把钱交给 交在别的中心 你要检讨是你自己 难道你要去骂对方 那这个人就不适合 再做这个工作了 了解吗 我现在最难的 如何让对方 不要再做这个工作 因为他认为我不做 不行我也不给别人做 如何如何 这些都是一种 人性很不好的 那个做法 你要检讨是 为什么别人 不交到你这边来 所以在这一点 有时候念也痛苦 不念也痛苦 有些括号 师父不要念我名字 免得被那个师父听到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师父在现场 有时候我 咪咪咕咕咕 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不能把 世俗法拿到佛教里面来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检讨自己 对不对 你老公有外遇 你要检讨是你自己 为什么让你老公有外遇 那这个时候 对你修行有帮助 那你改变你自己了 改变你的心态了 也不见得你老公会回来 那至少他会 尊敬你 又改变了 面对无常 事情因为你心改变了 不怪对方 一夜就改变了 就是这样 本来对方是来给你讨感情债的 对方外面那个男的女的 但是因为你心改变了 他就退掉 他就不给你 所以人有外遇啊 老大老二 这个都是有溯源的 这个源很深的 他就故意要来抢你的爱情 不是针对爱你老公 是针对你而来的 是因为你欠他情债 他才会给你要债 那如果你怪罪对方 反而火上加火 如果你检讨自己反省 对方看到你改变了 他就改变了 你这样他就这样 对不对 佛教讲元其法 不然这个不共戴天的仇 哇 生生世世 就报不完了 所以各位了解 如此我们不敢找 我一夜了一点都不敢 你把一只小狗杀了 那个母狗生生世世 找你报仇 你只要生小孩 才让他死 这个百分之百的跑不掉 你喜欢吃人家的小鸡小蛋 那以后你 你就 你的儿子女儿 就会出现问题 小时候就生病 乃是暴毙 因为你专吃人家的小孩子 所以这一次我们 下个月要去泰国 要努力宣传 因为泰国人 华人的习惯 拜祖先 不拜烤乳猪 不孝顺 所以亲民扫墓一大 完蛋了 那些小猪可怜了 这个就是佛教 没有进到那边 变成迷信 反而超过佛教 虽然泰国是佛教国家 那去马来西亚更好玩 马来西亚所有华人 亲民扫墓 大哥去拜 二哥就不能去 一年只能去一次 要么就大哥 二哥三个 全部都要到那一天 其他时间没有人可以去 所以马来西亚的墓墓 一年家人只看一次 其他都不能来 三百六十四天空空的 而且女人不能去扫墓 这是错误的风俗 所以整个马来西亚 华人世界是流行这个的 那这种传统的话 你要去改变 父母当然希望我们每天拜 对不对 偶尔去看看 人家老外没有这个 每天都去献个花 每天都去 故意就买比较近一点 所以我想这些 我们每个地方 还是要去了解 了解怎么样去 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青 防范COVID-19疫情 我国自1月15日起 加强入境旅客 居家检疫措施 如果您去入境我国 请提供搭机前三日内检验报告 及检疫居所证明 提醒您 检疫居所请以防疫旅宿 或集中检疫所为主 您可上网参考防疫旅宿专区网页 或拨打各县市防疫旅宿 联络窗口电话咨询 请注意 如果您希望在家中进行居家检疫 必须一人一户 家中不可有非居家检疫对象 且需填写切切结书 感谢所有入境旅客 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全体国人的健康与安全 回头是岸 蔡老板开了一家餐厅 而且生意也越来越好 但就在她餐厅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 餐厅的主厨突然得了重病 唉 老公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样烦躁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前阵子 我们餐厅的主厨 阿栋住院了 没有了阿栋 客人明显少了许多 是啊 阿栋的厨艺做得的确很可口 他平时看上去那么健康 怎么会突然病倒了呢 唉 谁知道呢 希望他得的只是急症 会很快好起来的 是啊 我们餐厅真的不能没有他 为了老公 不如我们去医院探望他一下吧 唉 没错 我们是应该去看看的 他在医院都住了快半个月了 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 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工作 哎呀 老蔡 你们夫妻两人这是要去医院吗 怎么回事 难道你们俩有谁身体不舒服吗 我们俩很好 只是我们餐厅有一位厨师在这里住院 我们是来探望他的 是哦 老蔡 最近你餐厅的生意怎么样呢 我餐厅生意还算不错 只是这位厨师生病以后 哎 生意有点不如以前了 老蔡 我劝你以后不要继续开餐厅了 要知道 开餐厅就一定要杀生 这可是极大的罪业啊 我想你餐厅的那位厨师 就是因为杀生太多而遭到果报的 因为你餐厅生意越好 杀生就越多 罪业也就越深重 哼 阿松 我知道你是吃素的 所以才用这种说辞来 劝我不要开餐厅 可是这世上 有很多人吃婚 要是人人都不开餐厅 直接吃婚的人 怎么办呢 是啊 正因为这个世上有吃婚的人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杀生的事情 就是嘛 要是人人都吃素 那我餐厅也就不用开了 所以我开餐厅杀生 就算有恶报 那也是因为那些吃婚的人 果报应该降临到他们身上才对 你可不能这样想啊 杀生罪业深重 你也逃脱不了关系 只有不杀生爱护悟命 放生施舍才能得偿受报 好了阿松 过去你就劝我吃素放生 不过我可从来不相信什么果报 老蔡 你可不能不信果报啊 你看我们这里的医院 病人满满的 病床都不够用 这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罪孽太多 还不思悔改 这些人生了病 也不知原因 只会到医院求医生看病 等到身体一好 就又出去吃婚杀生 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 可是非常悲惨的 老公 我们赶快去病房里看阿栋吧 否则过了探视的时间 可就要等到明天了 好了阿松 今天不跟你聊了 我要去看看我的厨师了 唉 阿栋 你感觉怎么样啊 你身体一直很好的 怎么会突然生病了呢 老板 自从我生病来到这里 病情就一直不见好转 连医生也搞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 啊 可是阿栋 你现在看起来精神很不错啊 没错 从前天开始 我的身体渐渐恢复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哦 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 前几天 我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兄 认识他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我得的是杀业病 是因为平时杀生太多 才变成这个样子 啊 阿栋 这种因果业报的话 你怎么也相信呢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我当然也不会相信这些 但是有了这些天的经历 关于因果报应 我不得不信 一开始在医生的治疗下 我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 但是自从遇到了那位师兄 在他的劝说下 我开始忏悔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拜托家人帮我放生 结果 我的病情很快便好转起来 这不过只是个巧合罢了 是啊 这可能是前一阵子的药效 发挥的作用也说不定啊 不是的 我刚住院的那几天 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噩梦 梦到曾经被自己宰杀 烹调的那些生灵 来找我索命 但是自从我开始忏悔放生后 就再也没做过那样的噩梦了 这么说 阿栋 你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了 是的 所以以后我不会再做杀生的职业了 老板 你也及时收手吧 不要再开这样的餐馆了 否则你也逃脱不了果报的 啊 然而 蔡老板对于大家的劝说 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还是继续开着自己的餐厅 并且亲自下厨做菜 哎呀 老板 真没想到 你做的菜 一点都不比阿栋师傅差啊 哼 怎么说我过去也是学过烹饪的 而且在过去的烹饪大赛里 我还得过奖呢 哎 对了 你赶快烧一锅开水 一会儿 我要给那些鸡鸭剥皮 老板 我看你做菜之前 总喜欢用开水烫一下这些食材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管是猪皮 鸡皮 或者鱼皮 在烹饪之前 用开水烫一下 那就会很容易拨下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 老板 你处理食材的手法也好专业啊 难怪会得奖 如果不是阿栋生病辞职了 我还真没想过自己会再下厨房呢 老板 其实阿栋辞职并不是因为生病 他是怕遭到果报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前几天阿栋给我打过电话 他劝我离开这个地方 不要再做杀生的职业了 阿栋怎么能这样做 不过你好像并不相信他的话是吧 是啊老板 我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 就是嘛 所谓的因果报应 那那都是骗人的 热水烧开了 来 帮我一起来处理一下这些鸡鸭吧 由于蔡老板亲自下厨做菜 他餐厅的生意又一天天好了起来 可是餐厅的生意越好 他杀害的生灵就越多 没过多久 果报便开始降临到了蔡老板身上 开水烧好了没有 我要赶快把这条鱼烫一下 已经烧好了 好 我这就过去把这条鱼扔进去 好痛啊 好痛啊 老板 老板 你怎么样了 好痛 好痛啊 老板身上的烫伤 好严重啊 我们要赶快叫救护车 对 得赶紧叫救护车 老公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我也真是倒霉 好好的竟然会划一跤 而且还把装满开水的锅子给打翻了 我这一伤 我们的餐厅可又没有主厨了 你不用担心我们餐厅 我再出去紧急招聘一位主厨 你就安心好好养伤吧 老婆 那就辛苦你了 没有主厨我们的餐厅 可就没办法再开下去的 老公 你就放心好了 我会努力将事情办妥的 然而蔡老板的妻子依旧没有找到主厨 而蔡老板身上被烫伤的皮肤 竟然开始感染恶化 老公 对不起 我没有找到主厨 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餐厅怨气太重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来我们餐厅工作 啊 我们的餐厅怨气太重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还不是因为短短几个月时间 我们餐厅的主厨阿栋和你千二连三的出事住进了医院吗 这些人 怎能空穴来风批评我们 阿栋是生病 而我是因为意外 这跟怨气有什么关系啊 好痛啊 老公 你在医院治疗了这么久 怎么伤口不但不见好转 还有些恶化的迹象 可不是吗 这家医院的医生太差劲了 这么点小伤都一直不好 明天我们就换一家医院吧 你就算换医院也没有用的 你这是得了因果病 哎呀 哈松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提什么因果夜报 你是知道的 我和你不同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老蔡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身上的皮肉都破掉了 只要一动就疼痛难忍 难道这不是你用开水烫那些动物皮肉的果报 哦 难道真的是果报吗 老公 这几天我总是做梦 梦到一些生灵对我说 你老公剥了我们的皮 现在我们就要去剥他的皮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难道真的是果报 降临到我的身上了 老蔡 你就听我的劝吧 否则更严重的果报就要降临到你身上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人不杀生爱护悟命 放生失时得偿受报 嗯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啦 我认识一位女士五年前得了恶性皮肤癌 医生宣告无药可治 只剩下三个月受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位女士心想 既然要死了 不如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死 于是她去了山上 那里有一间庄严的佛堂 在那里 她接触了佛法 回来后 她每天买下鱼虾进行放生 谁知道半年过去了 原本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她 竟然非常健康地活着 身体状态更是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我就听你的 从今天起 我也开始学佛放生 嗯 老蔡 恭喜你的 就这样 蔡老板开始学佛放生 她身上的烫伤很快便痊愈了 这让她更加相信因果报应 于是便将自己的餐厅改成了宿食餐馆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